请您继续收听《要间谜局》里的小人物的大结局 十年受贿36万元 56岁的贪官卢爱英实在可怜、可悲、可哀 不过,法院还是给予卢爱英公正的判决 在2007年7月5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一审判决书中 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卢爱英所犯受贿罪 情节特别严重予以纠正 认为情节特别严重缺乏依据 另外,鉴于卢爱英因涉嫌收受刘玉辉给予的贿赂款 被羁押后,如实公诉了司法机关尚不掌握的 其他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实 对卢爱英所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可以自首论 对卢爱英所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法院还依法予以从情处罚 卢爱英身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职能部门的官员 本应为药品使用安全尽职尽责 但他却利用职权 为部分涉药企事业单位谋取利益 收受贿赂 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连接性 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的正常秩序 依罪当行 2007年7月5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犯受贿罪 判处卢爱英有期徒刑13年 以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判处卢爱英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 一审判决后 卢爱英不服判决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2007年10月8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终审驳回了卢爱英的上诉 维持原判 随着郑小于曹文庄 郝和平等国家药监局 重量级官员的纷纷落马 和近年来频发的药品安全事件 引发了各界对中国药监体制的深深忧虑 关乎13亿人生命安全的 中国药品监管体制 到底该如何把关 药监局里这些所谓的小人物 手握重拳 拿着高工资 还收着巨额贿赂 却不认真 不负责地对待本职工作 致使国家和公民的利益 蒙受重大损失 这是最不能 也是最不该容忍的 反商业贿赂 成为我国反腐的重点领域 而一药领域 是有关部门关注的重灾局 药监局窝岸中 最主要的教训有五个方面 首先是监管工作 直到思想存在偏差 没有处理好公众利益与商业利益 监管与发展的关系 其次是法规制度不健全 不完善 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 第三是行政审批权力 配置不科学 制约不合理 运行不公开 监督不到位 第四是干部选拔任用 没有很好的落实 重点部门关键岗位 没有严格实行轮岗交流 第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基础薄弱 一些干部连结 从政意识淡薄 秩序混乱 人心惶惶 这是人们对2007年之前 中国药品市场的评价 而追究监管责任 则是对重病缠身 击重难返的药品监管 进行医治不可或缺的方济 药品作为人命关天的特殊商品 从方济制定到原料采购 从投料生产到流通销售 从医院招标到临床使用 理论上都应该有严格的监管 然而 由于监管部门的一些肚虫 把我们监管制度 释咬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漏洞 各种假药以合法的方式 和合法的渠道 从生产企业堂而皇之地 进入老百姓的身体里 血液中 甚至骨髓里 实现着草菅人命的恶毒使命 混乱的药品市场 闹出了大事 一系列假药案和药监局窝案 惊动了国务院 总理做出的三点批示 是非常严厉的 医药查封流入各地的假药 并公诸于众 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二是由监察部 卫生部 药监局 派出工作组 进行彻底调查 追究直接责任和监管责任 三是药品市场秩序混乱 必须下决心整顿 王国荣和李志勇的落马 并不让人意外 因为在他们的名字前面 还有郑小于 曹文庄好和平 更受人关注 伴随着这些药监局官员的落马 和一些重大药品安全事故的出现 药监部门 在药品及医疗器械审批 注册等方面的诸多问题 也早已显露 普通老百姓最大的惊讶是 药监局里都是监督制药企业的官员 为什么假药的根源会出在药监局呢 其实 国家药监局部分官员的思想一点心意也没有 利用注册审批也好 在推行标准认证过程中牟利也罢 无非都是权钱交易或者权力寻租 但是 药监局的贪官之所以更加令人痛恨 是因为这些贪官拿到钱后 连老百姓的死活都不管 这是令人发指的 对于这类官员的监管和治理 说到底 其实还是怎样制约权利的老问题 治理药监局无案的措施其实也非常简单 关键还是制约权利 但是 如何制约权利 就是各村的地道有各村的高招了 具体到药监局 还是由药监局自身对症下药 才能做到药到病处 药监局无案发生后 国家药监局很快宣布 2007年 我国所有的药品都要开始再注册 没能通过再注册的药品将退出市场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对所有药品的生产批准文号 进行重新登记及再注册 就是要淘汰一批生产标准 生产工艺落后 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 从而规范药品市场 但是 目前我国的药品企业有4000多家 截至2006年8月31日 国家药监局核发的药品批准文号 168,740个 数量太大 药监局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药品质量是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身负审批和监管任务的药监局 依然责任重大 随着药监局官员的连续落马 人们对药品的审批 注册 安全保障 产生了普遍的怀疑 所以 国家药监局从五个方面 开展了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的专项活动 开展了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 2007年 又把药品再注册作为重点工作来抓 我们不妨把药监局的一系列举动 称为药监新政 这套组合权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 想必药监局自有一套考评体系 我们期待着 也坚信药监新政 会让国家安心 让百姓放心 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 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继续关注